在学习的色彩学,我们在翻转放教学当中,我们先以影片来给同学一些色彩学的一些概念。 认识色彩,我们在环境当中会看到许多的颜色,原因来自于我们受到光,然后我们用了眼睛去看。 那在大自然中有许多的一些例子可以让我们去感受到色彩里面的丰富性。 在19世纪下半期,有一个印象派的一个画家叫做莫内,这位莫内呢,他生性光,在万物当中让视觉里面的形象可以呈现。 那光千变万化,因此他的万物也跟着变化。 莫内,19世纪的印象派艺术家莫内,他在画作当中表达的是光与影的效果。 那在传统的一些绘画的方式来讲,他比较会是以来室内的光线打在物体上。 那可是,自从莫内在这个印象派别当中带领了所谓的在从光线跟色彩的关系当中去做变化。 那印象派常见的特色就是在光跟影之间还有时间中间的变化,然后去捕捉这个色彩的表现。 那像画面中这一幅是莫内非常知名的一幅碎莲。 那印象派的画作呢,着重在光影的变化。 那比如说像早上、中午跟黄昏。光线在物体上面表达出来的色彩跟那个你所要表达的这种氛围是非常的不一样。 那色彩在这个艺术家的那个画比当中表现就是非常的特别。 那这一幅呢,也是莫内的一幅,非常著名的叫做印象日出。 那主要是在捕捉这个港口,法国这个哈佛港清晨的景象。 当中然后产生了一种迷蒙的一种氛围。 那不再像传统的这个绘图来讲,把东西物件都表达得非常的清楚。 而是在印象派当中表达了一种艺术家对于时间性跟光线表达的一个技术。 再来呢,我们来介绍一种叫做色彩图像的奥妙。 画面中我要介绍的是一个艺术家叫林信隆。 那是老师的学弟。 那这位艺术家呢,他非常巧妙的利用一种叫做图力反转的表达方式。 然后去捕捉了图面跟图面的一个效果。 那我们来看。 像这幅画,我们看到了什么? 我们看到的是眼睛看到图面上色彩的表达。 我们着重到的这是一个人的侧脸。 那花跟花卉仿佛是人的眼睛。 然后有鱼在这个氛围当中。 实际上呢,我们来看这个侧影的这个部分。 它的这个侧影线条,其实是来自于另外一个图像的一个堆叠当中去表达。 那它的作品非常有趣就是,我们来看眼睛的这个部分是鱼的眼睛。 那个鱼的眼睛仿佛它的头像是往右边走。 可是我们再回过头来看左边,左边这个部分,那个黑色的部分,它实际上是一个切割出来的一个形状,然后套用到图片当中,而产生了这种所谓的视觉表达的另外一种特殊。 画面中看到,我们仿佛是看到一个猫头鹰的头,可是头像的眼睛的一个,好像是一个人的侧脸。 那实际上这是两个物,两个物形去堆叠出来的一种效果。 我们在色彩的奥妙当中介绍到,就是艺术家林信隆她的一个作品。 那你看,她用这个黑色的一个,一个就是一个框边,然后去套到一个色彩上的时候,你看看是不是像是一个人的侧脸呢? 那你看,把它符合,把它吻合的切上去之后,是这样的图像。 就是图中,画中有另外一种画的前景。 色彩学当中,我们介绍自然的色彩。 那在四季当中,它有分别不同的色彩来表现。 那春夏秋冬,春夏明度高,万物明亮光泽。 秋冬的话,明度低,然后失误看起来会比较稳重深沉。 那我们在春天,春天是万物生长,显得有生命。 夏季呢,天空晴朗,映阳高照。 秋天,金黄色,意象是丰收的季节。 冬季呢,经常是灰色,显得蒼汤。 冬季呢,有了有一个亮面。 中文字幕后的冬季,鱼画师, 冬季呢, 上外汤。 冬季的冬季,冬季的冬季的人无小明星。 冬季,冬季的冬季并开始在冬季的冬季词。 冬季内无小净季。 冬季主含冬季00黄色,义冬季的冬季之影。 冬季的冬季教掌息。 冬季,冬季师,冬季学义冬季的冬季茉冬季。 冬季后的冬季。 这是一件大自然的奥妙 去运用到所谓的装饰 装饰的一个饰品 我们可以看到 像是右边的三半 那个像是那都是天然的食材 它里边孕育的 就是表现出来的颜色 那设计师利用它这个材质 再加上一些设计变化之后 成就了一个身体的一个配饰的设计 这就是色彩学 在人类生活当中的一个运用